大家好,大必廚房又和大家見面了 如果喜歡我的,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左邊的小鈴鐺開啟 多點分享我的頻道出街 讓大家多點知道我的頻道的存在 今集我有什麼分享和教大家 我們接下來就要去片 嗨,大必廚房又和大家見面了 今集又是氣炸鍋系列 氣炸鍋這陣子隻手可熱 所以外面有很多關於它的食材和怎樣做法 有很多片出街 我都不甘是虐 做些簡單的東西給大家試一下 因為氣炸鍋做到不需要用大量油炸的東西 方便了很多小食會產生出來 又不需要更健康 打人小朋友都喜歡吃 脆口的東西,誰不喜歡吃 今集我會示範一個 現在街邊有很多韓式小食的 沒錯,就是那個 脆炸韓式流心芝士熱狗 先介紹一下桌面的材料 首先要有熱狗腸,什麼牌子都可以 今集我選擇了這隻廚師牌 要用來捲著芝士片 我選了莫薩尼納這隻 就不用車蛋 因為莫薩尼納這隻芝士比較軟 而且容易拉絲 應該是屬於薄餅 所以喜歡用莫薩尼納來做的 雞蛋 雞蛋應該要做雞蛋漿之後 用來撲上麵包糠的 麵包糠,我選擇日式麵包糠 粗身一點,這樣炸出來 後果會好一點,好多 麵包會有立體感 放包 放包,最重要買些薄身一點 不要厚 因為我捲的時候 也要把麵包壓扁一點來捲 材料大致上是這麼多 好,接著我們做下一個步驟 我們去片 好,我們開始 第一個步驟 先用熱狗腸 我剛才用暖水浸暖 不需要用滾水,暖暖就可以了 浸一段時間,讓它室溫 這樣就方便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如果用麵包糠做的脆多屎的物體 因為其實它很快就可以炸出來 如果你用這麼短的時間炸出來 如果這個熱狗腸本身不是暖的話 是很難做到熱的 如果是入雪的話 那些冷氣會和它抗衡 根本上 那些腸還是冷冰冰 但是外面的外面已經脆了 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腸要浸軟 浸軟之後 我們待會炸的時候 炸出來 確保腸裡面已經是熱的了 對 好 我們把包糠 全部的東西找個大盤 最好不要選一些小碗來栽包糠 選一些闊身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闊身的小小小 我方便我把包糠放在上面 最好選一些闊身的器皿 放在一邊 然後倒入雞蛋 雞蛋呢 我們要拌勻 雞蛋呢 好 好了 把包糠放好之後 都是跟包糠的原理一樣 用一個大小的盤 轉起來 原因都是那樣東西 就是方便 我們待會上 那條香腸 那時候用的 我們剛才預熱了的香腸 已經暖了 我們先把它放在碟裡 好 好 把包糠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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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條,四條應該可以 我們先做四條 我們不買邊的,要先把邊 那些芳包飛完邊後 跟香掌的寬度差不多 好,我們要略略按邊去 好,接著要捲芝士 我想芝士多一點 因為流心的後果才會強一點 我們用兩塊,捲一條 然後把香腸的寬度 好,接著我們再用麵包 好,這樣就捲了 就是這樣 我們捲完這些麵包條後 我們就用雞蛋再沾包胸 好 好,我們最後一條捲好了 最後一條捲好了 我們就上包胸 上包胸後 直接可以放進爐裡 一隻手是冷雞蛋,一隻手是上包腔的 好,那我們就這隻手 在中間,我們把蛋放進去,讓麵包和麵包黏起來 就像這樣,放進氣炸鍋裡 如果有收看我上過幾集的朋友,放進氣炸鍋裡的食物如何 千萬不要迫在一起,盡量給予空間 放進氣炸鍋裡的食物,然後放進氣炸鍋裡的食物 你看到吧,所以要用越大的盒子,越大的盒子 上包腔就最好,因為很容易弄死的 兩條 好,讓我先把麵包放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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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條 上蛋的時候,我會把蛋放在這裡 讓它有黏力黏住 好,我們上完包館之後 就是這樣 一定要保持有少許距離 這樣 氣溫才能夠均勻 如果這樣搭起來,搭起來就會無法炸 我們就進烤 好 進烤之後 剛才我講過第一次的問題 因為炸包糠麵包的物體很快就會上色 所以我們就不要太大火 為什麼我第一次不想太大火 因為我希望裡面的芝士會融化 會拉到絲 還有熱狗腸希望能夠熱 所以第一次我會先用小火 我先用140的溫度 先烤去5分鐘 烤完5分鐘之後 拉出來看看 什麼顏色什麼效果 然後我們再判斷烤幾多分鐘 以及用多少度數 OK 現在我調到140度 烤5分鐘 好了 我們5分鐘之後 我們再回來 再看看 什麼環境 好了 就快要5分鐘了 我們看看它 焗到什麼程度 我們再繼續想下去 好 嘩 都焗到這麼一款 OK 來 來 下支溫度計 看看裡面有多少度 先 嘩 裡面也有五十多度 真的暖了 我們跟著就 沒有問題 好 我們跟著就 就像上幾集一樣 因為下面那邊應該未夠熟 我們反轉它 好 因為始終都不是油炸 包糠 它脆的始終都沒有那麼靚仔 如果油炸 你看看 麵包糠 油炸 真的是金黃色 好 這次 我們要大火一點 要8-6度 我猜 大概4分 那好吧 我們4分鐘之後回來再見 再看看製成品 好了 160度火 焗5分鐘就快完成了 看看我們的結果是怎樣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首先 記住我們用140度火 先焗5分鐘 讓裡面的芝士 還有香腸 有足夠的時間 暖了 它是做到流心的 我們順便就是反轉方向 因為未必燒到 炸底 我們就順便反轉過去 然後提高溫度 去到160度 去到160度 一樣是焗5分鐘 這樣 應該就會很靚仔 好 嘩 嘩 芝士 嘩 漏出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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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兩邊 因為我們兩邊 沒有封邊 好 來看看 今天我們的結果 脆炸 脆炸韓式 流心芝士熱狗 好 香腸 芝士 嘩 流出來 嗯 好熱 好脆 這集就到這裏了 下集我再想想想 有什麼特別趣怪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多謝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 就like and share 記得subscribe我 我們下集見